大家好,我是狼眼 这次客观真实去反映整个市场行情的频道 如果你也喜欢狼眼的频道 那么欢迎订阅狼眼的频道 那么现在是美国洛杉矶时间的一个8点07分 那么北京时间的一个11点钟 那目前的话比特币价格在一个54,600美金的一个位置 那么比特币绿数的进行向上6万美金的方向继续前进 会不会中途会有一波回调呢 或者是直接上去的呢 接下来我会从这个新闻面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最近发生什么情况 那么最近大家也是观察到了比特币的一个持币地址的一个逐渐的进行一个增加 而且的话1000到1万个比特币的一个地址数的话 在短短两天时间里面增加了25枚 25万美的一个比特币 说明的话整个市场的话大户还在进行增持 在进行增加这个仓位 很多的一个散户进行换手 那么最近这两天的话可能在这个位置 在4个小时级别这个位置 在这些位置可能要经过大量的一个换手 就是比特币它会在这个位置可能会在这个53000美金到一个55000美金附近进行换手 那么换手之后可能会继续的进行冲高 那么我们也去观察这样的一个位置是否会接下来会形成一个比较较大的一个涨幅 那么现在的一个行情的话 它现在在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一直是沿路了一个上涨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思路 那么依旧是没有保持 依旧是一个上涨通道当中 那么 那么只要继续目前的话还是要如果持有的话还是继续去持有的 如果跌破下方的一个绿色线才考虑出场 目前的话还是继续去看涨 因为它回踩下方的一个53000多美金的话 就是一个反弹的一个迹象 就是它回踩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很多的一个做多的一个方向 也就是继续向上冲的一个思路是没有改变的 是没有改变的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行情的话 也是会跟随整个大盘进行走的 那么现在的话比特币的行情的话 依旧是在于这个120亿均线 有200亿均线的一个上方的位置 因为它之前已经是突破了一个519之前的一个新高的一个位置 那么于是接下来的它的行情的话 还是走的比较好 走的比较好 那么之前走的是突破了一个519的一个支撑 这个位置5万多美金的位置 那么现在是上方的一个压力是在6万美金附近的一个情况 那么意思在这个位置进去震荡吸筹的话 可能会继续向上突破了 这是大概率的事情 如果以后继续回踩的话 肯定大会会继续进行抄底 因为它这一波一个拉伤的话 它在这个短短8天的时间 直接是上涨了15000点的一个距离 那么接下来的行情 继续的会向上充斥 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事情 那么大家做好一些准备就行了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以太坊 以太坊我们说过 它的上方的一个主力就是在 也是在震荡不断换手 那么这个以太坊也是跟随比较必定于年度 那么突破4000美金 是早晚的事情 目前的话 我们的目标是看到这个3900美金的一个位置 3900美金的位置说高也不高啊 但是对目前来看的话 它很容易就进突破了 因为涨个百分之百分之八 百分之九 就可以上升到一个3900美金 那么未来在这段时间 大家要去关注以太坊一些情况的一个发生啊 那么我是预计它还会有一波的一个涨幅啊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四个小时级别 短暂来看的话 这个以太坊的话啊 那么现在它还在一个不耐胜方的位置 而且的话 它下方的支撑也是很靠近的 也就是在一个3400美金附近啊 3400美金附近的话啊 那么这一波这个行情啊 大家可想而知 它之前一直是在一个很低的位置 就进行盛行反弹了啊 那目前它突破这样的位置之后啊 它是啊很难回到之前的一个低位啊 很难回到之前的低位啊 那么意思的接下来的一个行情啊 能也大胆判断的话 接下来一个行情 它会更加的松猛 更加的松猛了 那么这个位置 只要它突破一个3700美金 它会顺势到达一个3900美金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突破这样的一些些行的话 它会进行线上继续突破啊 也就是在一个3900 3970美金的位置啊 那么它会突破这样的位置啊 反正这一两天大家要关注啊 那么很快就进行拉盘啊 那么来再来看一下死币的一个情况啊 死币的话 我们也之前也说过了啊 它现在的话它回踩这样的位置 就是它的一个0.0026附近啊 但是目前的话整个行情的话啊 死币的话现在是在0.0026啊 那么最高的位置 它是突破到一个0.00335附近 那么随后出现一步回调 是由于大户这边的一个大户的一个抛盘 但是啊在国外市场的话 仍旧在不断吸盘啊 那么这一段的话啊 可能会继续拉盘上去啊 再次突破一个0.2800 0.0028附近的话 那么会继续进行拉盘 那么我是看到更高的位置 最少还要涨到一两倍的一个距离 它才可能会回调啊 那么现在的话还是有机会的啊 死币对不对 好我们今天的分享的话 主要是先说到这里啊 目前的话整体那个行情 又跟随整个大盘进行走啊 因为现在的话我觉得是未来 在第四季度的话比特币还有很多戏啊 要看了 反正整体的行情还是恢复啊 恢复往日的一个繁荣吧 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啊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